这波金价跌跌涨涨的好像似乎抓不住它的趋势 今天最新国际金价1133美元一盎司 不过事实上有没有可能在这波过程当中 有机会就靠黄金好好大赚一笔 为了访问到这位投资客 他其实是一个部落客的部落主 他特别提到在过去他投资黄金的时候 他包括了他的涨势的满足点 他都能够精算出来 让他因此投资黄金期货能够近赚三倍的报酬率 当然他其中也提悟出来一种投资则学 说投资就像是拨瞎子一样要掐头去尾 这样的投资则学其实也代表着 有赚钱就不要贪心赶快能够情力跑出场 穿着黑西装帅气的滑到电脑前 这潇洒的英姿就如同他在财经部落格上的名字 滑滑轮 68年次的滑滑轮在学校拿的是政大社科院文学双学位 却研究财经长达12年 尤其是黄金投资让他体悟出 就像拨瞎子一样掐头去尾的投资哲学 我们要的只是中间的这一段 其他的就是掐头去尾 这一波来说我们其实是有赚足 只是说一个掐头去尾的一个 我们没有赚到 主要的波段我们都满足 滑滑轮每天花10小时买手电脑签 尤其从2007年底当时金价来到每盎司 1014美元时 让他眼睛一亮 终于在2009年底让他逮到好时机 去年11月时金价突破1122美元 滑滑轮以连续月K线的区间 计算出这波金价的满足点 约在1179到1250美元之间 而他从去年10月16号金价1046美元时 进场投资黄金期货 短短只花一个月又9天的时间 当金价涨到1186美元时 马上出场 他光是一口就净赚13800美元 等于台币43.9万 后滑轮还预测黄金多头还没结束 只要不跌破1075这个关键的技术性位置的时候 再往1200挑战的机会蛮大的 但是投资人要注意的是说可以再观望 等于是说你可以做一个高出低进 侯华伦每天都在部落格分享投资经验 非凡新闻周刊也广邀财经部落客和理财高手 每周提供他们投资心法的独门见解 而网友也能上网票选最想看的财经观点 不管是基金黄金或外汇 更拉近与投资人的距离 这张是徐世霆 看不到